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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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在他身上看到一种那种 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倔劲 这种是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太可贵了 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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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看 我在你的身体里 不是 是您的DNA 赋予了我这么强大的优点 我得用在正刀上吧 这现成的工作 找上门来 你总得让我试试吧 爸 你就放心吧 我会好好工作的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 我不会让你担心的 好吗 这倒是像我了 你呀 独刀难强不自信 相信我爸 好 哥们 多亏你机灵 不然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你说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我这多亏我反应快 没跟你说错了 这就是命啊 老天爷留我 你怎么找我有麻烦啊 来得够及时的 那肯定的呀 你这打着打着游戏人没了 那能没事吗 刚才叔叔你爸 偏要你回去干吗 那个玩游戏玩 一般人下线是我不好 我请大家吃饭 挑贵的点别给我省钱 走吧 刘经理 华南区经民 亏你想得出来 我跟你说你去我们公司 一套房都买不去 来 小条 小管你来了 您喝点什么我去帮你点 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了 小管你坐吧 随便坐 不用麻烦 小管 我听说你离职 要赔丰盛三百万 是的 小管哪 阿姨呢 也不是一个不通情达理的人 我一直觉得 你们两个人不管谁离职 只是未来职业走向的问题 没想到 会让你背上三百万的债务啊 阿姨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但既然我是男人 赚钱养家就是我的义务 更何况小白对我的意义 是那三百万根本比不上的 阿姨呢也年轻过 年轻人的海誓山盟啊 我见得多了 这嘴巴上说的容易 可那三百万呢 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呀 你放心吧 之前你说的没错 我换工作的确是比小白容易 我会找一家 能帮我垫付违约金的公司 可以这样 那这太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一鹤啊 你不要误解啊 我不是故意在为难你的 其实我和你妈是一样的 都希望你们俩 好好的过日子 阿姨啊 你的想法我明白了 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我不会让小白受半点委屈 拜承 一鹤啊 阿姨相信你能做到 那我走了啊 阿姨我送你 不用不用 你那么忙 你去忙你的吧 阿姨慢走 好 你们都劝过管一鹤吗 劝了该说的都说了 他必须要求你 不过他说了一堆 莫名其妙的理由 反正我是没听明白 你呢 你跟他是一个伯德 关系可比我好 你都听不懂又要关事我 公司的上上下下 我都问过了 没有人知道 管一鹤想跳槽去哪儿 其他公司和我们存在竞争关系的 对于引进人才方面 都彼此了解底细 至少到现在 我还没有听到哪个公司 提起过管一鹤 咱们公司HR部门 运转一切正常 管一鹤也不像 要带领团队去创业的意思 管一鹤不是那种 见利忘义的人 我相信他说的是 私人原因 与公司无关 虽然他离开了丰盛 但他不会做出 对公司不利的事情 对 管一鹤这个人很骄傲的 他不会允许 自己去做一些 伤害前公司的事情 你们别着急 为他说好话 我也不是想要那三百万 他拼搏了这么多年 走到今天 我也实在想不到 还有哪家在行业内 是比我们丰盛更好的选择 你们两个还是想想办法 再劝劝他 无论是为了我们公司 还是为了他自己 如果他能够留下来的话 条件随他开 行 那我就再劝劝吧 不过我觉得 可能性不是很大 高山 生生果业的项目 已经结束了 我看下周开始 你就帮玛丽 去搞星河重工的项目 没问题啊 玛丽 我知道你心里头 肯定不舒服 但是今年不同于往年 我们还是谨慎一点 崔总 星河的项目 我刚带的人 就被管一鹤拉到浪山去了 现在我要重新带星人 合着他那的人 都是精兵强将 赚得盆满钵满的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我这倒好 一边给其他部门 当着培训机构 一边还得担着 办事不立的责任 玛丽 你想要什么人 我都拼 好 小白 来 吃水果 阿姨 我可以帮忙的 不用 你歇着 有我和你妈呢 小白啊 你刘阿姨说的对 你就歇着 还有我们俩呢 你呀就乖乖在这里坐着 今天就坐在这儿 尝尝我妈的手艺就好了 来 看到他们两个 相处得这么好 这画面还挺美的 你们不是说过了吗 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一家四口 不对 是一家五口 就开始我们幸福快乐的日子 你下家找到了吗 祝你还要操心吧 再过几天 我离开丰盛的消息 就传遍整个金融圈 你下家找到了吗 到时候肯定很多人找我的 你老公我可是出了名的 青年才俊 等着吧 我一定会比在风上更好 因为现在有了你们 我就更有动力了 亲姐 我给你做一个正宗的 西安特色菜 还有醋吗 我给你拿 这紧了 我跟你说呀 当初我叫一鹤辞职 其实我真的不是故意刁难他 丰盛确实是很好的工作单位 要不他怎么会积需 几百万的钱呢 什么 他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嗯 来 你先用着 给 好 好的 妈 阿姨 够吃了 别做了 是啊 我们下一次出去吃吧 怪累的 那小白怀孕了 怎么能到外围去乱吃呢 那对孩子不好 再说了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也该到我这来认认门 一鹤 你出来一下 怎么了 小白呀 小白呀 这三个菜是麻烧的 多吃一点啊 那几个尽量别吃 我还至少放了一点点的盐 他们家那个桌料啊 都是装在塑料袋里面的 我怕不放心吃了 以后啊 一定要买瓶装的桌料 就贵点 没关系的 你天天这抽油烟机 那试音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啊 他们两个人又在开什么小会呢 妈 你这不也跟我开这小会呢 我是不是看花眼呢 你们买这个菜就花了五百多 妈 这个油鸡菜参加贵吗 我不管那是油鸡还是美鸡 就这个价钱 在自由市场 能吃起一个多月的了 以后你们养孩子 花钱的地方多了 像你们这么大手大脚的 孩子活不到一个月 都会饿死了 妈 以后我们的手艺 完全可以负担得及 小白现在怀孕嘛 那饮食方面 当然要最好的了 不去吃饭吧 一会儿 阿姨以为我们再开小会呢 谁不能开个小会 谁还没个小心思 是 是 来 还有 今天你那张女娘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她平时那样 我今天想来 妈 怎么不端着那文化人的架子了 还有 听她话里话外的 好像在暗示我什么 什么呀 那全世界的妈妈 不都是那么爱自己的孩子吗 想太多了吧 那叶阿姨也是希望 我跟小白好好的吧 对吧 快吃饭了 太凉了 吃饭了 哎呀 亲家你们怎么坐着不动啊 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 来来 吃吃吃 吃啊 吃啊 小白 这是阿姨做的 你尝尝 谢谢阿姨 还有这个 小白 来 吃这个啊 那排油烟机怎么了 我听那声音没什么问题啊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噪音太大了 那小区不都有维修的师傅吗 叫他们修一下不就行了吗 一鹤 那钱是咱们办离职的时候 先垫付吗 那个车油烟机应该是 太久没清洗 所以内部机油太多 才会那么大的噪音 你这是点什么钱啊 我下个礼拜要去 离职然后呢 要去听新公司的安排 到时候还要看小白的身体状况 看他需不需要做 再详细的身体检查 妈 我刚才一口盐 卡在嗓子里了 有点难受 你就帮我倒杯水 好 我去 现在小白的身体啊 最重要了 谢谢妈 一鹤 你呀是个好孩子 离职赔钱这件事啊 按理说呀 我应该跟你道个歉 妈 阿姨啊 那个钱 什么钱啊 一鹤辞职 妈 我听出来了 一鹤 你离职的事是不是没那么简单 妈 你们是不是有事都瞒着我 妈 妈 妈 我给你倒杯水 妈 妈 是我没有跟你交得清楚 是我不对 没错 我跟公司是有个协议 如果提前离职 是需要赔款 但是你放心 那三百万有人帮我赔的 我记得是这个妈 妈 我儿子现在越来越有能耐了 三百万呢 三百万都看不上眼了 妈 这谁会被咱们赔这么多的钱呢 你还那么骗我 妈 你要相信你儿子的能耐 你儿子的能耐 我没骗你 真的不要你自己先垫覆啊 我这积蓄够呀 没事 还有吗 你能不能不要在小白面前生气呀 她现在怀孕了 她爱多想 如果你真的要想啊 你就想想 我跟小白的婚礼 你想想你有了 像小白那么贤惠的儿媳妇 再想想 你很快就有大胖孙子了 多开心哪 原点不可以 自己可不行 行了 阿姨不跟你一般见识 总之妈 你放心吧 你儿子我每天 面对商议的买卖 都能算得清 我自己这本小账 能算不清楚吗 别打了 别打了 知道了 我要睡了 坐吧 不生气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好了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知道了 路上小心点啊 知道了 明天去接你下班 明天去接你下班 照顾下班 说本宜 小白姐 你们两个跟我去天台一趟 来来来 欢迎参加叶小白特别策划的 新员工欢迎仪式 来来来 鼓掌鼓掌 非要搞这种形式会儿 我觉得偶尔搞点形式挺好的 放吧 你把崔总引来 恭喜 恭喜 以后大家都是同事了 恭喜两位转正 王月月以后来我们做 麦森去高总 那是什么 赶紧把英文名给我改过来 贾富贵 是杰森 没关系 高总 您就叫我富贵 接地气 听着亲切 很脾气 为了面试都快买我一辈子穿的衣服了 懂你有面试吗 你头没头简历 有没有工作经验啊 再人说了 你哪个人是 HR是看你这穿衣服好坏 决定录不录用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跟你说 这人跟人之间 是很现实的 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很 很重要 我穿得好 那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啊 穿得好 人就自信 人一自信 气场就大 气场 能够压倒一切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 尤其是在谈工资的时候 气场大 再看我这身形头 太不好意思给我弄点工资吧 你这个就叫什么 就叫男朋友还没有 先操心孩子叫什么名 就算你穿得再好 没人给你发面啥啊 着什么急啊 那还不是我想面哪儿就面哪儿 各大公司有人敢拦着我吗 我压根就让他找不到不用我的理由 给我个机会 给我个机会 我许你的未来 我许你的未来 走 下一家 祝你成功吧 走 走 走 早知道两个人都能留下来 平时就表现平衡一点 说不定去高山组里的就是我了 不像这个组你看 级别低就算了 这一个资历老 一个海归 哪有我的猪头之人 能留下就好好干吧 不过我听说啊 高山他们组 跟咱们后面工作接触会很多 崔总 让高山组配合玛丽 做星河重工 真的 我这这么瞌睡呢 你就给我送你枕头了 不过我可提醒你啊 玛丽对这件事情特别不爽 你刚留下来要注意战队 更何况 高山 我 不是特别推荐你找他 那当初 一会儿给你推荐快一会儿吧 那不就得了吗 感情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真是 你狗有我的事啊 喂 喂你好 请问你是一部的叶小白吗 前台有人找你 金子 小白姐 赶紧带我去见你们五总 我有狠急的事找他 要是说了算的那种 崔总吗 崔总 对对对 崔总 跟我来 走 什么事这么紧接啊 管总和高总都解决不了那呀 很重要的事 这涉及到 风尚跟生生果业的未来发展 就别让管管为难了啊 你就带我去找崔总 啊 神车果业出事了 怎么没人通知我们 你来了呢 来 这边 小白你不能进去 崔总 小白有紧急情况 崔总 对不起 是 你们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们丰盛 行动力的体现 既张扬个性 但是又懂分寸和尺度 这和我们投行的工作原则 是一致的 当然了 我要给我们优秀的员工 一个回应吧 什么事情啊 崔总 有非常重大的情况 需要您亲自了解 事情比较紧急 我还没来得及通知高管 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 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要处理 谢谢大家 那好吧崔总 好 这边请 小白 你们这个崔总好有气场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管管 我再捋一下 你们听一听有没有错 生生果业赵总的千金 赵金子 要到我的公司来找一份工作 没有错吧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考虑到专业对口的问题 我想先从人事啊行政啊 这些专业性不是太强的岗位干起 最好是前台 这样我可以先熟悉熟悉 之后您再随时给我吊岗 这女的你认识 是谁告诉你行政和前台 专业性不强的 小白 这就是你找我的急事吗 对不起 我以为是生生果业的项目出了问题 这事不怪小白姐 我看你也挺忙的 行不行给个痛快话呗 崔总 对不起 就是我工作的疏忽 给您添麻烦了 对不起 既然人家来了 我们就要给人家一个圆满的答复 理论上 丰盛除了高管测试 其他的面试 我是不会参加的 但是你既然来了 我还是要给你一个答复 到目前为止 我的公司 没有诱人需求 但是我还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您太可惜了 他们让什么请教不请教 有话您就直说 按常理来说 你的父亲给你安排一个工作 应该是不难的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直闯丰盛 来找一份工作 因为喜欢丰盛啊 叔叔啊 我先向您道个歉 我知道我这么冒冒失失地来 既耽误了您的时间 还让小白姐这么为难 但是我这个人吧 从小到大跟我爸就没大没小的 我也总忘了他是个什么总不总的 反正你们这些老总我见多了 就觉得都挺亲切 见着您也特别亲切 所以我也没想太多 就直接来找您了 当然您要问我 为什么想来丰盛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管一鹤 因为他之前帮我爸公司做上市 我很欣赏他的敬业 认真专业 所以我也想来丰盛 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知道管一鹤为什么辞职了吧 谁不知道啊 就今天中午应场公司那小姑娘 生生果业老板的女儿 听说为了管一鹤硬要进丰盛 快不得管一鹤莫名其妙辞职呢 那姑娘也是啥 管一鹤明显就是想 他把公司当卡方啊 许小点蛇 你最太见了吧 本来就是这样吧 那个赵金子一直在深圳 受他爸所托 我就让刘夏一直陪着他 我以为这小孩玩两天腻了 就该回家了 哪知道他今天还会闹到公司来 还把你连累了 我去说说他 让他赶紧回家去 我说这个月 这一假期的日子 怎么这么少啊 谁呀 来了 等会儿 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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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买的 我说亲家 你这是干嘛这么客气啊 这东西我们家都有 这都是经常可以用的 留着慢慢用啊 亲家 别生气了啊 关于一鹤赔钱的事 是我考虑步骤啊 是我不好 行啦 给我吧 小白 快 坐着休息啊 我去随便录俩菜 谢谢阿姨 我的儿子呀 这为了这要辞职的工作 周末都还得加班 真是辛苦 你坐吧 亲家 我来帮帮你好吧 不用不用不用客气 来 今天烧什么菜啊 来我帮你一起烧 生活是什么 答案的不同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啊 好 太帅了 我今天啊 有件喜事 我得跟大家宣布一下 远道来的各位朋友 还有我这多年的老朋友啊 我的女儿 王月月 在咱们深圳著名的荒胜公司 转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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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各位啊 今天开始啊 她就是 贝兰 金融 金融精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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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今天晚上啊 吃的喝的 我帮大家不贵不贵 好 好 走开了什么大方的 好 好来 好我爱你 可以 好好喝啊 一杯陪你们喝啊 多喝点 老爹宝刀为老爷 我根本就没生锈 你是没看到你爸 大年轻时候的风草 那是 不用看 看到两个女儿就能想象 是吧 错 不但是美丽 还有绝顶聪明 不然你们俩怎么都能一块儿去放手 是吧 太怕你得意的 行了行了 老板 你帮我照顾一下那些远来的客人 好 没问题 老你啊 慢点 来 累着了 好呀好 爸 不开心 今天叶小白为了庆祝转转正 在丰盛的天台给我放礼泡 放礼 公司放礼泡 你说我们又是亲姐妹也不能这么亲吧 你俩就是亲的 一副同胞 行行行 一副同胞 今天这么开心 喝点 我不敢喝 我得留点酒量给你姐结婚呢 小点是 叶小白结婚这事不能让别人听见 这万一邻居听进去封山告状去 我写不就完蛋了 老糊涂 我跟你说呀 亲姐 你一定要买这瓶装的 不能买塑料的 你看这保质期才六个月 这都是品牌的东西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这的酱油醋那都是好的 那深寨日期都是新的 哪有什么塑化剂呀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买了这么多 都浪费啊 不不不 这些东西我全部都带回去 不会浪费 我呢把这些都带回去 我自己吃 我跟你说啊 你看这些都是塑料的 小白啊 一闻到塑料 他就过敏 他会伸上起疙瘩 这毛病他可就落手了 对塑料过敏 那怎么办啊 那不念腊手 念棘手 这塑料呢 有好的有坏的 像用在那微博炉里面 能加热的 那就是好塑料啊 就可以啊 我哪分得清啊 亲家 小白这些年呢 光读书了 小白的生活技能啊 这方面特别的差 那两个孩子啊以后 就靠你多多照顾了 我呢在西安工作 这不 单位刚反聘我 我刚干了一年 我想把这三年啊都干完了 这样可以多挣点 给两个孩子 你放心 这身份不由我吗 怕啥呀 对了 亲家 我正好有个事要跟你商量 你看啊 这两天我一直在犯 那个老黄历 这段时间都没好日子 你说孩子们结婚的事情 咱们能不能好好的 再选一下时间 下个月有几天 日子特别好 再推一个月 那小白就怀孕三个月了 那就显怀了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就指望他那个 结婚的时候 扬眉吐进那大半呢 我们那个深圳 还不像你们那个 喜爱那样 这个酒店有那么长的时间 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哪 那就是算 那个小白男男到时候 能看出来了 我觉得没什么呀 那舒喜临门多好呀 不开 哥 自从前两天去你们那面试完 回来以后是电话也不接 门也不开 我每天就来看看 他这外卖垃圾在不在 晚上再看他游戏上面向线 两个都确认了 我才可知道他没事 哥 这到底什么人 那天还来一把 看着可有钱了 赵金子 开门 没用 是啦 不开 我是管一鹤 开门 不是 你干吗 你想不开了这是 谁想不开了 就有点 有点打脸 你去丰盛面试的事 我听说了 挺有想法的 只不过要另辟蹊径 大多只存在于 艺术创作当中 是 书看错了 我已经给作者寄刀片了 金子 你也玩够了吧 也该累了吧 什么时候回浪山呢 不是 谁玩了呀 我玩什么了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相信 一个专业背景稍有欠缺 但是接受过 正规大学教育的人 我为什么就不能 混进你们金融圈 说的有点道理 那我换个说法吧 我离开丰盛了 那你还去吗 什么哥 你刚刚说什么 我辞职了 现在正在工作交接期 不是哥 他们不能这样对你啊 我记得按照那个劳动法 有一个 我是主动辞职的 给谁打电话呢 给我爸打电话呀 我绝不允许 因为我的冲动 让你受牵连 所以你是觉得丰盛 是因为你才开除我的 你是看不起我呢 还是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我说真的 玩够了 就回去吧 你不要再添乱了 好吗 好 谁添乱了呀 我怎么就添乱了 起开 我知道 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小孩 我好歹我自个儿 在国外生活过吧 刘夏 你觉得她独立吗 你大学的时候读的什么 哥 这别揭我短了 大学学那条技嘛 说不说都一样 那跟我们说说 你是怎么走到现在的岗位的 当时就大学也没好好学 勉强就毙了业 就业也不容易 又不想靠家里 就想找一个包吃包住的工作嘛 然后正好我们没念招人 就干到现在了 听清楚了没有 他这种叫独立 而你这种 顶多算是自费旅游 你爸辛苦了一辈子 为的是什么 就是怕你要吃 留下这种苦 你倒好 每天让他担心受怕 你的心里真的过意得去吗 妈 你过来坐会儿吧 我胸口闷得慌 我在这儿通口气 你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 咱们先商量好了呀 咱们商量不了 孩子大了咱们做不了主 等一鹤回来啊 听听她的意见 妈 一鹤 现在没有什么好日子 你说小时候 你们穿婚纱多难看 再往后退 你一定要听妈妈的 你们先看听说 你说这一鹤 等等 能不能一个一个说 妈 吃水果 嗯 妈 这个电视剧挺逗的 还生气呢 肚子里的孩子 肚子 马上就快显怀了 还在那翻黄历数日子 一鹤他妈妈也是好心嘛 一鹤出差耽误领证 这边选日子特别的讲究 他也是为了我俩好啊 再说了 一鹤不是答应了 今晚就预约吗 是今晚预约 不是预约今晚 去 ais 又是 塑料过敏了 又是辞职了 还要赔三百万 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见他长哥的 这难问我们 妈 要不今晚 预约领证吧 周末我们都休息 李完正还可以 派给全家福 好吧 天气预报说了 周末大风降温 那周日吧 正好刮完风干净 一鹤 这上面写着呢 下个月的时间 会更加合适 不是吗 不就领个证吗 这样吧 领证我预约周末 要不办婚礼 也在这个月办吧 我预约周末的时间 我预约周末的时间